又来到拆解经济的时间,继续有我混水在这里,在我身边有90%投资经理阿燕 Hello, 你好! 首先亦都希望大家多点like, share and comment 最近我们的view数有轻微下跌的趋势,也不是说跌很多 以前我们每一条片都会有差不多2万个人看 现在就点到去1万多,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还有大家都知道我这几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德国KON追击人 他追击人的方法就是很喜欢去写投诉信 又或者搞别人SEO那些东西 我都不排除受到他的影响,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如果觉得你做得好的话 可以Payme打赏一下我们这个新式的小役智媒体 还有也可以订阅支持一下我们Youtube的会员制度 只需要每个月给80元,然后你在我们最近的影片那里 最近这个星期的影片那里下面留意 那我们就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也都有两条问题,我也是想解答一下读者 都是比较属于会务问题的范畴 其中有一位读者就问 Youtube的会员和Patreon的会员是有什么分别的呢? 是有很大分别的,因为Youtube的会员呢 基本上我就是解答大家的问题 就去comment上大家有什么comments 但是我Patreon呢,是丰富很多的 会有一些独家内幕的资讯去爆 第一,第二,也都会有很多分析性的文章 很多的电子书,电子雜誌 也都会有podcast 做非常之精彩的内容 甚至乎会有一个 可能我和你单独之间有一个coffee的对话 希望可以解答你的人生疑难 或者你的财务上面的困难 可能会有这样的session和幻置 所以都是有不同的地方 也都有一位读者就问 就是阿妍,她那个google form 在哪里可以按得到呢?很简单的 你只要去到caption那里 又或者去到她的官网 就是阿妍的那个facebook page那里 又或者去到我们youtube的about那里 都会有一个google form 给大家去贴写的 这个就涉及阿妍自己本人的投资服务 所以这里就无谓说那么多了 我自己的patreon也都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我们读者也都有一条问题 我们就没收了 其实一条问题就是问 我们对于2024的那个利息环境 有什么的看法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at least都是滑行的 因为始终你见到 那个美国的通讯都未去到 预期的2% 而且你越压得越接近2% 其实你那个其实是越难压的 就是你根据以往的数据都是 所以你预计可能是平走 或者可能加多一至两次 然后才慢慢向下跌 但这个我想未必是 短期内会完成了的事 可能都要以年计 或者以几年去计才能够够 是 那说起加息呢 我自己就觉得会再加多一次的 但是2024年呢 要看一下那个通胀是怎样 因为现在环球都是在打仗 然后石油是影响了全球的供应链 那整个价格保持着高气 大家也都没有见到 打仗那方面是会有一个曙光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打仗都已经打到 准备进入第三年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消耗战 可能会长期这样对峙下去 而俄罗斯都是一个不是太小的经济体 所以也都会对全球的供应链 是有一个很大的迹象 我觉得加息呢 都是会再加多一两次这样 而我最近有一些朋友 都在美国那边 就有些公布上面的 就是 business trip 那我和当地的banker都有所接触 那在美国呢 经济是挺好的 但是通胀当然都是高 因为他们经济过弱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软着陆的关系都已经解决了 但是呢 他也预期可能会再加得多些 就是他比我们现在市场的预期 是会觉得再加得多些 那我就 就是可能美国那边有自己的 in-house看法 美国的banker 那我就可能 就是当成一个参考给大家 就是现在美国里面一些主流的banker 会觉得呢 是比起市场的预期 再要加到几次吃的 那我就想 这个可能当成一个参考 就是 那我们去回今天我们想讲的一些的话题先 那我们要读家认力 那为什么我们要读家认力呢 就是在几个礼拜前 我不知道阿妍有没有印象呢 我们是踢爆作为这个鼎一峰呢 用这个 《禅学投资法》的非法吸金的骗局 那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踢爆这个骗局的时候呢 就是在于呢 因为其中一个关联的人士呢 他就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金融胜手 然后呢 就去了一个娱乐版那里 是上了娱乐版的头条 因为呢 他就聘了一些TVB的姐姐出去吃饭了 那你可以联想到就是有一些的 就是美女当红的姐姐 那我们就是这个当红的花旦 然后就是一个金融人蝗虫生物 大家就是在一个高级餐厅那里吃饭会面 那这些这样的新闻报道一出来的时候 是会令人上一飞飞的嘛 那我们也都呢 拆解了一个所谓的金融人背后的一些物乐 一些他相关的金融日圈 一个关系和我们上次呢 或者之前呢 都已经很完整地在我们的YouTube那里呈现了出来 那当然我的Patreon YouTube 就会再讲得更加细细一点了 但是 就是要兼顾到的一个公众的部分呢 我们都已经讲了出来的了 那所以我们又独家认力了 那这一个都是一个挺有趣的新闻 对了 没记错 有一定的一封是当年是 股价一枝火箭去上标 那当然他也是有一个很 简单粗暴的方式 将股价踢上去 即是就收光了股票 然后就不断去找一些账户去打成交 推到一定的位置 那当年是都引到不少大陆资金去 去光顺他这个蜆蜜投资法 那其实他的背后就是一个叫做可能庞氏片局 那样就是用一些旧的资金去给回 一些新的资金去给回一些旧的利息 那样去从而推到质数很大 那其实都没什么特别 只不过包装上可能是有些突破性 因为你真的很少听到什么用度 用一些蜆蜜投资去帮手做投资脱 但是中国大陆就地大蜜薄 人数也够多 始终一部分的人是信了这一套投资方法 从而助长到这个庞氏片局的生意 那现在都已经去到一个位置了 就是深圳的监管都说这个顶益峰的集团是非法集资 因为他们是有用到一些不同的顶益峰相关的SPV 亦都是将那些公司的股权买出去 就变成做到一种集资的后果 然后深圳那方面就说这一种 用一些special purpose vehicle的股份去做一个融资的方式 是涉及一个非法集资 我想现在他们都已经被政府定上了 未来都不排除可能会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 到时大家拭目以待 而且我亦都令我想起前几天有单新闻 就是说有一个内地的私募基金 他最后就传了一个WhatsApp 不是,他不是WhatsApp 用WeChat 就传了给他那些投资者 就说我走了,你们都要走了 然后把12亿的钱就夹走了 所以我想现在这些顶益峰 当然现在深圳就说是非法集资 就形容到是骗局一样 其实总体来说你都可以理解成为一些私募基金 我刚才说过那宗卷款而托托水龙的那只基金 亦都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私募基金 现在这些这样的私募形式的金融机构 可能都会酝酿一个霸宝潮 因为今天最后又看回一个新闻 就是说中植集团已经是资不抵资 中植就做得比较大一点 他们亦都做得比较完善一点 有很多以前的散役基金 亦都那个blockage service是做得比较大一点的 但是比如好像顶益峰 又或者刚才所说的那只卷款而托的基金 他们那个模式就没有做得那么多元 所以慢慢你就会见到 有很大的私募基金 就是譬如十年前的巡卓 然后到今时今日这些叫做装大型的私募基金 都开始conlapse 然后再去到中植那些 然后再去到现在就是一些 可能百几亿至几十亿的 叫做中小型的私募基金 都开始被人抹顶 已经是一个由上而下 由大至小的一个覆灭私募基金 这样下不少呢 慢慢都好像要酝酿那样 其实你见到那些都是一个 就是这个 这条桥他经常玩了都 我想没有几百年都几千年 没有几千年都几百年了 就是永远是用一些高回报的方法 去吸引那些投资者 但是你真的 即他未必是完全不是真做 可能在当中可能几成的资金 是供了一个基金的 的的的的华士人员工去吃喝啊 这些花费 另外几成就反而是真做 但是当你的市况逆转 真的去到高息环境的时候 就所有东西都会圆形不露 即是潮退才知道哪个 没有负账 只不过是可能鼎翠峰那些 香港人听到会觉得 喂真的没理由道士 这些骗局都是信 都有人信的 但是事实就是在内地真的有人信 因为始终是地带密博 有一定比例的人 他愿意扔先下去 已经能够去到助长到那些人去到发财 一些这样的基金 大型那些 可能就用另一套的销售方法去到生存 而且都要用那个 设计这个角的人的角度去出发 他不是骗一些 真的好像我和你这些有息之士 而是骗一些无息之士 我还记得就是一种叫做千年床骗案 千年床就是我们都很小的时候 就是一种电脑病毒 那当时在这个深水埗 是有人兜售千年床杀虫水 这是匪夷所思 因为千年床是一个电脑骗案 就是电脑骗案 是一个电脑程式病毒 但是杀虫水是真的杀一些 物理上面或者物质世界 你见到那些害虫 那种的repelling 所以两样东西是大纜都请不来的 大纜都请不来的 但是呢 在那个骗徒的角度来说就是 他不是要骗一些懂事的人 他是骗一些不懂事的人 那你对于一些不懂事的人 你就要代入他们的思维模式 那他们就很简单 就觉得千年床就是虫 有只杀虫水就是杀虫 然后他们就抹了一搭就做了这些课 正如呢 譬如用这个哲汉也好 道士也好 宗教也好 什么东西都好 他不是骗一些懂事的人 他骗一些不懂事的人 那不懂事的人呢 我们是要量度入他的思维 想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就是我们从一个有识知识的角度去看 当然是觉得天方夜头很荒谬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是这班人的target 他不是要吸我们的钱 因为他都知道我们懂事 他不会拿到我们一分一合 他不是要骗一些有些钱 但是又不懂事的人 那也是在运用信息的落差 这个叫做百货应百客 就是刚刚你说的千年床 就是骗一些无知的富裕 即是你变成你只集中 在广告的这些人身上 你已经有相同的收益了 之前就有这些大赌李嘉诚 推出一些马下波的资料 你一定是将广告 落在一些赌徒 或者一些中年人士 希望一夜发达的人身上 再去到之前的JPEG 事件 其实JPEG 事件 受害最大一定不是一班老人家 或者无知富裕 因为起码你要相信到区块链 或者你知道什么是密货 你才会相信整个密货的故事 从而你才会扔钱到JPEG 的这些账户 所以其实你见到真正受害的 那几十亿真是凌亿的那些人 通常都是一些年轻或者中年 有少少钱的人 就变成不是一些老人家 但你刚刚说的千年重的那些 可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相信 所以总结就是 你百货应百下 就是不同的年龄层 或者不同的产品 或者不同的市场 都有相应的骗案 而那些骗徒都会用回 那个年龄层 最容易受骗的一些痛点 然后想方法去做宣传 所以就叫做陈出不穷 那样 那最后都没到最后 那我都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近二十四个文章 都非常之多人去穿越的 那原因就是在于 因为我又说到 现在香港一种会籍制的物化 那在我的分析的框架里面 我是坚信每一个社会现象 都是可以用经济学的眼睛 去做一个分析的 而我observe 到 现在大部分的餐厅 又或者大部分的私人会所 都开放一个会籍制出来 无论你是做F&B酒吧也好 还是你以前是一个私斗也好 它都是开始开放了 那个会籍的申请 或者把它变成一个会籍的包装 就让人去加入这些这样的membership 那我就觉得这个现象 都挺值得探讨的 就是因为文说就 不是文说 是话说就是我有一个美女的朋友 很出名的 是港姐来的 他传了个pitch给我 就是有一间 很出名的米资尼餐厅 他们都在买一个会籍制 就打算在中环的北达街 在那里租了几个警察 然后就去开放这个会籍 然后给一些客人 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加入 我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兴趣 原因不是说会籍不好 是纯粹 我个人是24小时有限 你不会去到这么多会籍的 你不会用得完的 然后每一个会籍都会有它基本的入场费 那比如好像那个中环的会籍为例 那中环的会籍呢 就大致上你up front 都是要给几万元的 好像有另一个TR 就要给到十万元 joining fee one off的 然后可能你每个月都要concurrence 去给一些钱 不知道多少钱 可能几少几百这样 那我现在手上的是有两个会籍 都是收回我次来的 每个月 那一个就是尖沙寨 某一间酒店的一个大的会籍 那如果你是做iBank的话 你都会知道我在哪里 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火力境 因为进去的时候 通常都是那些很banker的那种财 那我身边大部分的banker 或者做金融都有在这个会籍那里 那但是我就觉得 我不是用得到太多 因为我自己住港狼区 那所以我就不是很容易去尖沙寨 那里突然加入会籍 那所以我现在都freeze了 就是它一年的会籍 那也还有一个会籍在那里 但是我就suspend了我这个membership 因为我这一年飞得太多 那也都没有用得很好 而且慢慢越来越多 就是古典珍贵的人 就是跟我当初加入那个membership 想expect会见到那些人有少少不同 那可能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小部分的原因 那另一个我就很喜欢公开说的 就是Soul House Soul House就真的比较arty一些 也都比较多些艺术家 多些喜欢搞艺术 文化的娱乐 比如我在那里见过 佳英9896 那我也都文宣 这个Gareth T 都好像在那边 但是这个我就没有办法verify 所以这个membership 都很多做艺术文化的人去加入 还有那里的社群 圈子的bonded 就强一点 因为会定时有很多艺术活动 可以参加 那它顶楼有一间酒吧 通常都是会 在午夜的时候喝到醉了 又跌入那个水池那里玩 那是很chill的 就算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些很clubbing的东西 或者很典饮的东西 普通一杯咖啡 又或者买个会籍去做个gym 其实我都是觉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自己就会更喜欢用这个membership 还有Global 华球的membership 所以会籍就变成了一个 现在呢 在一个经济状况之下 就有很多餐厅 叫做可以多一条桥 去帮自己锁定现金流的一个措施 就是因为有很多餐厅都很难预计的 那如果你加入了membership的话 它都不会guarantee你100%预计到 但是它会增加你可以预计到桌子的那个机会 那很多人都是为了那个机会 就愿意给钱去加入这些membership 那在于那个餐厅的營运方的角度来说 就是它可以一开始就锁定了一笔钱 因为你membership one off 你每个人都给了几万元的时候 它多了几万元收入 那几万元收入可能会令到他们的燕金 松动了很多 那第二呢就是 你会持续消费的 因为你加入了membership之后 你都是会继续去帮盛 你都是要收钱的 那它那里就慢慢可以 也都有另外的被动式的 的帮盛的收入在那里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就很多餐厅 米之年那些都慢慢去推出membership 至于私人回所就另一个玩法 就是这个就比较可能和你的距离比较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 我真的没有什么会值 但如果从商业角度分析 就是收个casual先 在这个高息年代都有好处 因为你始终你的息后高 你的未来收入的哲演值是会下降 就是你以往你没有会值的 你就可能参加清去到才要找数 但如果你有会值制度的话 你就先给了一块钱 那个商家 就是商家收了一块钱 接着可以落了袋子 那你高息年代这个一定是适合一些 还有我想是和那个 就是你会值制度和你的订阅制 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 就是它营造了一个叫做会员的一个生态圈在那里 社群那些人其实是养到他们的忠诚度 这个是我想近代做生意 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模式 是,还有你讲到社群 现在的私人会储 本身可能是一些大老板 或者几个有钱人 大家租了几个单位 接着就在里面可能定期请个 bartender 就喝酒、聊天、吹水 或者有个波台等等 那这些是私人学生的方式 那个基本的概念 那有时候你做得更夸张些 可能会有些女生坐桌 这些就再是另一种私人会所 但是这些这样的方式业容 都是私逗的 可能几个朋友 或者几个有钱人 或者一个大老板 捉了一个地方 方便见客 但是慢慢呢 你要养着这个豆 都开始有成本 所以开始呢 这些这样的私逗 都变成为会值制 开放会值制 譬如认识那个有钱人 他present到自己很有钱 或者那个大老板present到自己 是很有钱的 如果你要巴结这个大老板present 或者你要巴结那个有钱人 那你就可能会加入他 会不会值得帮他 可以和他见面 其实现在反过来 就是以前那个世界 很多人都会觉得 有钱人很狠狠 或者讨厌 都是傻子 你可以找他笨 现在反过来 就是他都知道自己有价值 会吸引到这些傍偶 走到他身边 那他就将这种这样 你想攀款权费的心态 monetize 就变成了一个会值 就是你想认识我 不要紧要 你转到会值 你要跌跌前 可能你就要跌几万万 跌十几万 或者再经济到消费 那你去我的大客 那我就会见一下你 和你谈一下生意 那样 他就反操控了这一点 所以现在不要当说 那些有钱仔、讨厌仔 全部都是傻子 就是他们都懂得 反利用这一样东西 去吸回那笔钱 那起码本身的私道 你每个月都是要 为钱住的那些日常小费的时候 那现在可能会有一帮 拆鞋仔、帮友 帮你加了一条素 那起码都是一件事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私道走会值化的 那个状态都挺有趣的 就是以前都有一种 不公开的 就是私道的模式 就是座典会 当时是说 例如有大佬、许家印、张庄桥、郑家淳 这个屯宿 跟着可能还有这个寿歌药寿成 或者庄友坚等等 总之是一个 以前媒体会认素成 或者叫做座典会的东西 那也有一些秘密 就是说 为何许家印作为一个内地人 他会进入这个港美十足的圈市 那原因就是 经常跟他们去座典 然后又输得多 那你输的那笔钱 其实就变成是参加这个附和圈子的日常费 其实那个模式是有少许不同的 但是那个网 那个本质都是一样的 那这些都是一些有趣的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要先 在座典体的前提下 你就一定要交一定的会费 或者你刚才说的 错点的费用 就是我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他 抓索是抓得好疏疏的 就是能够一万输几百万 而换来一些生意的机会 就是你输费是 我想在这个赌博世界都常见 但是你输完还会笑着这样输 这个人这么有赌品 我相信都挺压着的 就是你输费可能你就不 pocket face 不显示你的感情 我想这个就很多人都做得到 但是你笑着这样输 就真的我想 能忍尝人之不能忍才够一碟 其实都为了他当年 就换取了不少的生意机会 甚至乎当初的这一班人 我相信到时候都有输过 我还不太认识 只差输多费输少 当初可能我一玩跌几百万 你在另一边都已经兑得回那条数 到最后其实 大家都是在这个金融运动 可能你输给我 我又输回给你 你又再输回我 内内往往的 这个都是一个很特特的心态 是的 刚刚会迪债一班 也有个方法想说一说 就是人有个消费惯性 就是你做惯不一样东西 其实你要继续去做 比如我们之前那些 比如看报纸 就是报纸 你没有那么容易转换到 你的媒体的吸收渠道 就是可能你二十年前 看了苹果的 你二十年都有看苹果 但是你突然间没有了苹果 你会很不惯的 跟你那个会籍制 其实都是有些类似的地方 就是你去过一间餐厅 去过一间会所的话 去了很多年 如果突然间没有了 是不太适应的 所以这个都是 都是认证了为何会 这个会籍制 或者一个会员制 会继续产生利润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些有趣的题目 去和大家探讨 那我们未来的节目 都是很需要大家的 鼎力相助和支持 希望可以多些 like share and comment 还有如果觉得ok的 我说的东西是不错的 可以pay me支持一下我们 还有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 每个月80元的youtube每月计划 希望可以看到大家 还有我们都已经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比如鼎翼峰 我们算是这一期最早去讲这个 股票集团的 就是可能都是唯一一个去讲 那现在的而且都已经 成为了深圳监管机构的眼中钉 那都可以见到我们的先见之名 希望之后未来的节目 可以继续见到大家